女孩听见嘻嘻素素的声音 继父陈和到底在和母亲说些什么 需要这样小心翼翼 快点说啊 母亲的声音再度传来 这次带了些歉意 是这样的一意 妈妈有些抱歉 因为最近欣然有些感冒发烧 所以可能妈妈没有办法兼顾到你 所以如果你要回来的话 可以尽量去你爸爸那边吗 一盆凉水陡然浇注下来 那抹微弱的温情还没有发芽就冻毙了 罗沐妍可能也是觉得不太好 又补充了一句 对不起姨姨 不是妈妈不想你 只是 徐温仪极力抑制心头苦涩 直接打断 没事 妈 我不回去 她讽刺一笑 您和爸爸不用担心了 我一向是希望你们家庭美满的 不是吗 那边彻底沉默下来 两久 罗沐妍干涩的声音才传过来 姨姨 妈妈 现在已经十一点了 我要休息了 晚安 她飞快地挂断了电话 不愿意再听到那个被她叫做母亲的人 用什么借口 把她排除在她的生活之外 她微微仰头 想要缓解眼眶的酸涩 怕大 一个水滴滴落在她的额头上 她伸手 水珠渐刺落下 一场缓解燥热的雨水 与她不期而遇 像是在应和她此刻千疮百孔的心 这是上天的安慰 还是上天的嘲笑呢 嘲笑她在经历了这么多年 还依旧心存幻想吗 她不想打伞 不想躲雨 拉着行李箱 迈入雨幕 精致毅力的小脸上 一脸麻木 拉着行李箱 走在回学校的路上 雨室渐渐变大 路上行人渐渐携手 雨幕遮挡之下 还有薄雾淡淡笼罩 下雨不凉 但她的心 却如同置身冰窖 一个不受欢迎的小孩 这个标签一旦放在自己身上 就需要花上好多年去艰难的自愈 而她显然还没有功力深厚到 能够面对这些话语 刀枪不入 她步伐不快 路灯的光点被模糊成菱形碎片 她格格不入地暴露在雨室之下 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周围的情况 视若罔闻 夜幕低垂 我无细语 一辆黑色布加迪 穿透夜色凉语 最终停在了许文仪的身边 而她丝毫未决 布加迪后车门打开 男人修长的双腿撑地 持着黑色雨伞 快步走向路旁的女孩 许文仪正要迈步 手腕就被一只大手握住 随后 一股强势十足的力道 将她骤然揽进一个温热的怀抱中 雨帘被割破 温暖袭来 头顶促然压下一道冷冽低沉的声音 许文仪 多大了玩什么自残呢 她的声音显然压着怒火 许文仪听到熟悉的声音 陡然抬头 直直撞入一双深邃凌厉 此刻毫不掩饰着怒意的黑色眸子里 她猛地回神 小叔说 你怎么在这儿 攀敬今晚心情不好 看着从雨婷觉得心烦 索性让灵堂把她送回陆秋明都 鬼使神差地路过了福华大学 没想到远远地 就看见了一道纤细的身影 慢慢地走在雨幕里 不打伞 也不避雨 整个人都好像被巨大的悲伤吞噬 她完全没有思考 看到人成了这个样子 心脏像是被一双大手握紧 传来质闷的疼痛 回家路上看到一个怪人 拉着行李香玩淋雨 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个傻子 特地下车看热闹 贪静的声音带着讽刺响起 许文仪抬头看她 她明明声音冷硬 却比她母亲温温柔柔 却往人心里扎刀子的语气 好得太多 因为 在她眼里 她能看到不加掩饰的担心 潘静看着怀里狼狈的女人 乌黑的发丝潮湿 身上的衣服也被打湿大半 嘴角却还挂着一道勉强的笑容 明明笑意温软好看 她却觉得难受又碍眼 跟我走 许文仪想拒绝 没事 前面不远就是福华大学了 我到时候去宿舍整理一下就好 潘静压了压心头的火 声音却还是止不住的冷 许文仪 我脾气不好 许文仪猝然回神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她好像都快忘了 这个人是在京城之手遮天的潘家三爷 脾气向来不好 没人敢惹 潘静看到许文仪的样子 就知道这小丫头 胆子就一丁点的大 吓一下就老实了 所以 别在这处着 送你回宠匪园 她预判了许文仪会说什么 直接开口 必须麻烦我 许文仪拾去闭嘴 任由她把自己拉走 坐在车上的时候 许文仪身上都是湿的 这昂贵的座椅被自己坐在下面 她有点不自在 车内开着暖风 但潘静的气压却实在太低 她不敢直视 干脆扭头看向外面 潘静的声音突然响起 被人赶出来了 许文仪尴尬扭头 嗯 只是被赶出来 不至于让你失魂落魄成这个样子 她一语道破 还发生了什么 许文仪默了两秒 再开口 就带了几分自我咽气 我妈妈打电话过来了 就是告诉我 她并不欢迎我 车内安静片刻 许文仪 你的出生和存在 都没有任何过错 他们既然选择生下你 就应该做好 抚养你和爱你的准备 但显然你的父母并没有 你只是他们失败的婚姻 和不成熟的思维之下的牺牲品 你毫无过错 不要用自己的情绪和精力为 并不珍惜的你的人买单 明白吗 你会收获很多爱 因为你值得也当得起 你毫无过错 你值得 也当得起 好珍贵的话 许文仪的声音带着疲惫 小叔叔 我明白的 只是 我需要时间 潘静黑眸幽碎 心头发闷 但你可以做到 她看着她 深邃如残的眸子里 像是韵着深意 她的心头每一处 漏风缺失的地方 好像都被注入一股温热的力量 她无比清楚 他们来自潘静 她的心脏 忽然跳动得厉害 还没说什么 潘静突然冷笑一声 把话题转开 这房子 不是你今天请吃饭的 那个学长 给你找的吗 怎么 不靠谱 许文仪注意力被转移 下意识反驳 不是学长的问题 就是她的设有 以前住过的房子 但没想到 这个房东临时变卦 我也比较倒霉吧 潘静脸色更加冷利了 哼 还维护她 活该 以后你就住在重匪园 正好拿着行李箱 许文仪惊讶 可是 没有可是 你还欠我两个要求 不记得了 这是第一个 许文仪怎么也没想到 潘静会把要求 用在这里 但是 这是第一个 她有点疑惑 那上次 点信 许文仪乖乖点头 嗯 潘静一双黑眸 直直地看着她 嘴角一勾 我什么时候说 那是要求了 不是你主动要给我做吗 许文仪欲言又止 潘静看着女孩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眼底笑意逐渐扩大 许甜甜 不要在心里偷偷骂我 许文仪这次没忍住 不要叫我许甜甜 潘静勾唇看女孩微醋的眉心 和水润润的轻谋 此刻里面闪着空宿 她诞生开口 哦 顿了片刻 许 甜 甜 她音调拖得又懒又长 逗弄得意味极强 她一口气上不来 扭头不想理她 她以前不知道 传言说 一向凉薄的潘三爷 还有故意气人的恶趣味 车窗倒映出 女孩有些皱得轻力小脸 贪静好整以侠的凝着 林唐透过内视镜 看着两人的样子 心里嘖嘖叹息 为老不尊啊 为老不尊 舒尔 被一道藏着薄刃的目光扫过来 她连忙收回视线 目不斜视地专心开车 开车时我快乐 我爱开车 车子缓缓驶入重匪园 从雨婷是个夜猫子 现在别墅的灯光还大亮着 小叔叔不知道为什么 抽着一张脸走了 他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是乐得清闲 可以在偌大的客厅 随心所欲 不用被人约束 谁知道 今天的快乐这么短暂 房门口突然传来指纹开锁的声音 从雨婷心里暗叹 这人怎么说来 就来说走就走 都不给人丝毫的反应时间的吗 正要起身坐好 就看见小叔叔 拉着他家闺蜜走了进来 从雨婷眼睛睁大 急匆匆迎上去 姨姨 你怎么过来了 走进仔细一看 就发现 徐温一的身上 湿了大半 你淋雨了 潘静站在徐温一的身后 带他去洗澡 换衣服 以后他就住在重匪园里 一直到你们开学 徐温一张了张嘴 潘静再度开口 不用付钱 这是要求 徐温一突然想笑 他明白 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 卸掉他的防备和枷锁 他眼角染上笑 知道了 我言而有信 潘静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嘴角轻勾 行了 快去洗澡 从雨婷一脸猛地 看着两人一来一往的 莫名觉得自己多余 两人说完 他才挽着徐温一 去了楼上 路上还兴致冲冲地 兴奋地跟他说话 徐温一跟他一起走在楼梯上 像是若有所觉得 脚步停下回头 男人还站在原来的位置 此刻深沉的毛子的 凝在他身上 他一转头 就和他的目光直直相撞 视线摇摇相合 男人的目光深邃去暗 一瞬间 他的心脏像是被什么强烈一击 一股强烈的震战袭上心头 这一刻 他无比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心脏怦然 潘静没想过 他会突然回头 但在他扭头的一瞬 他看到女孩如水的目光投来 那一刻 他从他的眉眼中看到了以后 从雨婷把许文怡送进自己房间的浴室 又把拉上来的行李箱放在自己房间门口 心里闪烁着隐秘的兴奋 本来以为今晚的姐妹聚会就要泡汤了的 结果没想到 风回路转 四十分钟后 许文怡把头发吹到半干后 从浴室里出来 从雨婷走过来 地上一碗姜汤 虽说现在是夏天吧 但是还是喝点姜汤 预防一下感冒 许文怡惊讶地接过来 你会煮姜汤 从雨婷一甩手 怎么可能 这是我小叔叔熬的 他差点呛到 这下更惊讶了 从雨婷盘腿坐到床上 你慢点喝 我小叔叔看起来挺高不可攀的 但其实就是性子太无欲无求了 对什么都不太在乎吧 所以就显得不好接触 而且他人比较挑剔 饮食什么的要求都很高 所以有的时候 他为了让自己吃得好一些 就会自己下厨 我小叔叔厨艺很好的 想不到吧 从雨婷笑着扬了扬眉 不过 我小叔叔不经常下厨 这次给你熬姜汤 我也有点惊讶 毕竟 他今天自从过来以后 心情就不太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今晚心情又好了 还给你煮了姜汤 喜怒无常 阴晴不定的 他小口小口地喝着姜汤 很认真地听着 小叔叔心情不好 是啊 从雨婷应道 你不知道 今天一下午 就跟头上拢着乌云似的 我都不敢靠近他 一下午都夹着尾巴做人的 憋屈死了 他看着从雨婷皱巴巴的小脸 忍俊不惊 但还是没忘记 问这个目的 那小叔叔 为什么心情不好啊 今天潘晴那么认真地安慰他 他也想看看 能不能让他心情好一点 从雨婷醋眉想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 他肯定不会跟我说的 可能是因为 工作 我听灵堂说 小叔叔最近工作很忙 好几天都睡不够五个小时 可能是太累了 说完又反驳自己 那为什么晚上心情又好了 突然 他一拍大腿 性谋闪着别样的光 我去 不会吧 不会吧 许文怡已经习惯他的一惊一乍了 怎么了 从雨婷故作神秘的低声道 我小叔叔不是谈恋爱了吧 许文怡脸上挂着的笑 陡然有些僵硬 心脏好像漏跳了一拍 从雨婷没意识到 许文怡脸上一瞬的僵硬 兴奋地继续 我越想越对 只有谈恋爱 才能让人喜怒无常 情绪多变啊 我的天 我小叔叔母胎 solo这么多年 我本来以为 以他这种挑剔寡性的样子 一定得孤独一生了 没想到 竟然有人收了他 这得是何方神圣 能入得了我小叔叔的眼 许文怡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此刻的心情 他应该对这件事 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才对 听到这些天他很忙 睡眠不足的时候 他的心里是沉闷的 他能明白自己在担心 但他觉得 是小叔叔帮了他这么多次 小叔叔对他来说 已经是重要的长辈了 所以 他的担心 也是情理之中 可是 在听到小叔叔 可能在谈恋爱之后 他却又感到了 从未有过的失落 甚至在从雨婷笑着 看向他时 他感到慌乱 而勉强地扯出一抹笑 来隐蔽自己内心 并不开心的事实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为此感到难过 他不应该为他收获幸福 感到开心吗 从雨婷说着说着 情绪突然低落下来 声音也小了 许问一诧异地看着他 看他一瞬间粘了 揉了揉他的头 温身问他 怎么了 怎么突然不开心了 从雨婷踏着腰 声音滴滴的 虽说 我有点怕我小叔叔吧 但我从小就是我小叔叔看他的 我爸妈全世界到处飞 都是我小叔叔照顾我 他虽然脾气不好 但也是真的疼我 我不是感受不到 现在他突然有了女朋友 可能以后 他就会把所有的爱 都给他女朋友了 我以后就不能对他那么随意了 他语气逐渐酸涩 那我以后就是他的外人了 许问一好像被戳中了什么一样 对从雨婷的情绪 完全能够理解 他宽慰道 可是 你始终是你小叔叔的侄女啊 你们永远是一家人 从雨婷叹了口气 我了解我小叔叔 他是那种什么都看不上 但一旦看上死都不撒手的类型 如果得不到 他甚至会手段强硬地直接抢过来 霸道又果决 不然他怎么被称为潘三爷 那么让人害怕 他手段就是这样 他肯定会拿命爱她 我一定就靠边站了 许问一突然失声 他好像突然明白了 自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难过 就和从雨婷一样 一种怕被隔离在外的恐慌 他从小就沉浸在 被嫌弃的多余人的位置上 小叔叔给了他无比珍贵的温暖 等到小叔叔有了自己的家庭 他尚且不是小叔叔的亲侄女 他只不过是一个外人 肯定是要避嫌的 现在这些他得到的 还是小叔叔看在招招的面子上 这些温暖对他来说 都不会长久的 他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吧 他对于小叔叔 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接受现实 许问一的失落 还是如风掌的藤蔓 盘绕在心头 压抑又难挨 他看着手中白色的瓷碗 堪堪回神 别想了 你在小叔叔的 心里永远都有一戏之地的 不像他 无非过眼云烟 他深吸一口气 别不开心啊 我把晚送下去 一会我们一起睡觉啊 从雨婷情绪来的 也快去的也快 好呀 我正好有很多话要跟你聊呢 许问一拿着空碗下楼 心还闷闷的 低着头走下去 一楼的灯已经关了不少 只剩下中导台位置上悬挂的小吊灯 还发着黄晕晕的光 开放式的厨房 和与中导台隔着些距离的客厅 略微云着几缕光线 许问一借着这点光 走到厨房 把碗洗好 随后转身 脚步骤然停在原地 主客厅旁边被分割出一个 铺设落地窗的小客厅 窗外流线下的月光 洒落在男人的身上 他此刻正长着腿 坐在沙发上 带着舌头尾接的右手 夹着一根细长的烟 烟雾缭绕缠在他的身周 许问一看不清他的轮廓 但能感受到 他身上不加掩饰的腿懒 夜色缠绕月色 烟雾鸟 男人身上笼罩着 让许问一无法抵挡的欲 许问一有些惆怅 他刚刚洗完的动静 虽然不大 但他肯定也听见了 但他也没有出声 是不是不太想别人打扰他 他纠结了片刻 还是想要安静地上楼回去 不惊动他了 可他刚刚踏上第一层台阶 就被叫住 许甜甜 许问一脚步一停 他的声音被烟熏得有些哑 混着夜色的凉意 换他的时候 带着莫名的前犬 性感的要命 他暗暗告诉自己 小叔叔是一个体贴的长辈 尽管不知道未来如何 但总归现在对他很好 他迈步走过去 男人的身形和五官逐渐清晰 他靠在沙发上 偏高的眉骨和高挺优美的鼻线 每一处弧度都透出冷峻和峻眉 因为他正在站着 他抬眸望他 眼皮质皱折得很深 谋若深渊 看见人也不知道打招呼 一声混着轻笑的低音 穿透寂静 传入他的耳中 将汤喝了吗 喝了 谢谢小叔叔 攀镜将烟灭掉 将他丢到烟灰缸里 滴滴滴恩了一声 陪我坐会儿 许问一借着月色的光看他 那双黑眸里 漫着不易察觉的疲倦 此刻他散漫地坐在这里 才明显了几分 小叔叔最近很累吗 攀镜看着他 点头 很累 许问一关心 是因为工作太忙 所以今天不开心吗 攀镜沉默 黑眸幽碎 目光意味深长 良久 在许问一以为他觉得自己管得太多 正要抱歉的时候 攀镜回答了 不是 他哑然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攀镜慢条斯理的 拨弄右手的尾箭 想安慰我 他问得直白 他有些不好意思 您今天对我说了很多 让我的难过减轻了不少 如果可以 我也想为您做些什么 他顿了顿 又问 所以 我能知道原因吗 攀镜眼眸深深 不是工作的事 他隐晦地吸了口气 整理好情绪 故作坦然地试探 小叔叔 不会是遇到感情问题了吧 说完 他看向他 试图 从他冷立的面容中 窥见什么蛛丝马迹 可惜 潘镜冠是伪装的好手 那双深邃无底的黑眸 让人看不透嘶吼 但潘镜这次 没有伪装 他依旧散漫 却语出惊人 是啊 许问一的动作 有一刹那的僵致 随后恢复正常 他抢笑 那我可能就帮不上忙了 因为 我真的没有经验 他伪装得很好 镇静 坦然 潘镜看到他的反应 眸中的蓝散散了大半 只剩下了 漫无边际的寒冰 他静止出声 不早了 上去吧 他的确也不能再待下去了 他不能一直这样平静 他乖乖点头 随后迈步上楼 潘镜看他答应的利落 面色更沉 心头造诣更浓 他从烟盒里 晃出一根烟 点燃 烟头咬在嘴里 面容冷硬 小叔说 女孩轻软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潘镜动作一顿 心头讶异 转头看他 女孩 穿着白色的娃娃领睡裙 此刻安安静静地 站在楼梯上看他 像是被月色笼罩的仙子 他精致的小脸上 带着犹豫 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潘镜也不急 好整以暇地 等着他主动开口 女孩在原地 吃出凉酒 然后下楼 走到他面前 面色并不自然 像是有什么话 难以启齿 正在暗序勇气 他眉风一条 女孩终于开口 抬头看他的时候 眼睛里坦荡纯粹 刚才的复杂 好像被他抛在脑后 小叔说 其实 听到你有了喜欢的人 我承认我的心里有些不高兴 潘镜心头猛地一动 垂眸看他 眼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攻击性 女孩好像被吓到 但还是鼓足勇气在说 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很自私 也很不应该 但我必须承认 就和昭昭一样 我把您当成我重要的长辈 您知道我父母的事情 并且给予我安慰和鼓励 允许我哭 告诉我 我值得被爱 这些都对我来说 无比珍贵 所以 在我眼里 您真的很重要 当知道您有了心仪的对象后 那种被真实的人 抛在一边的恐慌 笼罩着我 就像我父母 当年重组家庭一样 我向您坦白这些 是我不能辜负您对我的好 我需要向您道歉 我生出一些 不该有的阴暗的心思 潘镜看着他 心头一满讽刺 他在期待什么 小姑娘太纯了 也太善良了 真诚而坦白 甚至不允许自己生出 本该是人之常情的 占有情绪 但他应该高兴的不是吗 最起码 他对他来说 处于很重要的位置 呵 该死 谁他妈想做你重要的长辈 他低沉而缓慢的重复 重要的 长辈 和招招一样 他冷笑 许问仪 你确实把我想得太好了 许问仪说完那些 坠坠不安的等着他的回应 虽然不出意料的 看到了他阴沉的脸色 但他却觉得 潘镜的眼神变得很可怕 很有深意 他猜不透 却又逃不开 很快 潘镜就又恢复了冷静又寡淡的模样 我不会放在心上 你和招招一样 都是 晚辈 他把晚辈一词 咬得缠绵又暧昧 极强的冲击感 让许问仪的心猛地露了一排 上去睡觉吧 许问仪呆呆点头 小叔叔也早点睡觉 注意休闲 说完了以后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上楼的脚步都轻快了不少 以至于他完全没有发觉 黑暗中一双锐利的黑眸 正紧紧地拧着他的背影 眸光闪烁着的 是捕猎和轻夺 卧室里 从宇婷正在手机上 跟他暗恋的人 聊得热火朝天 完全没在意 许问仪在下面待了多长时间 也没注意到 两人到底说了什么 许问仪进去之后 他才放下手机 有些兴奋地说 姨姨 曾渝要回来了 他听过这个名字 就是从宇婷从小暗恋的那个人 他为他感到高兴 因为他知道 从宇婷对这个人到底有多伤心 那恭喜你啊 我明天就要去云城继续训练了 然后参加总决赛 我刚跟他说了 他已经答应我要去云城看我比赛了 许问仪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 什么 你明天就要走了 从宇婷 对啊 昨天是我在京城训练的最后一天 今天休息一天 明天就要飞去云城了 那 许问仪有些无措 你不陪我住在这里吗 从宇婷搂着她的肩膀 宝贝 虽然我也很想跟你一起住 但是我确实要去参加比赛啊 不过你放心 大概半个月我就回来了 可是 我一个人 跟小叔叔一块 有些尴尬啊 没事 我小叔叔今天回来纯属意外 他一般都住在陆秋名都的你忘了 从宇婷安慰道 再说了 不是他要求你住在这里的吗 你走了他才会生气呢 到时候直接把你抓去陆秋名都住 宝贝 你就惨了 从宇婷做出一副心疼要哭的表情 许问仪一想 身以为然 以潘静的个性 说不定真的会这么做 他还是乖乖听话的 就不给他添麻烦了 只是 他没想到 自从从宇婷走了之后 潘静直接常住在了重匪园 第二天 从宇婷就被人接走 飞去了云城 只留下许问仪一个人重匪园 自从昨晚跟潘静说完那些话后 潘静一大早没等着吃早饭 就离开了 许问仪一个人在重匪园 实在无聊 从宇婷走之前告诉他 如果无聊可以随意逛逛重匪园 重匪园是市区那一处绿化面积极广 且每栋别墅之间的独立性也很强 所以 每户人家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后花园 有花有草 有池有水 颇有一趣 不过他逛了一会就觉得没意思了 想着自己的行李箱里 还有一些没看完的书 索性拿出来 又到厨房给自己煮了一壶花茶 然后窝到那天潘静坐着的小客厅里看书 潘静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许文怡穿着长T恤和格子裤 在沙发上看书 阳光透窗洒下 远远看去 每根头发丝都像是在发光 他放轻脚步走过去 不想惊动他 但他身上的冷木香气 太有存在感 许文怡实在忽视不了 他转回头 有些惊讶 小叔叔怎么回来了 这还没到中午 他就已经下班了 他现在的样子 颇像在家中等待丈夫回来时 打发时间的样子 看到潘静心都他现了一块 他确实没到下班的时候 上午开会的时候 脑子里就一直想着 他在家里会不会不自在 或者无聊 无心工作 最后直接回来了 提前结束了 他坐到许文怡对面 在看什么 水问 他乖乖回答 潘静点了点头 本以为你一个人会无聊 但没想到你很会自己打发时间 许文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其实是有些无聊的 突然想起 我行李箱放着这本书 还没看完 正好拿出来读一读 很喜欢看书 许文怡点点头 嗯 读书的时候 会让人感到很安心 潘静突然站起身 跟我过来 他突然动作 许文怡不明所以地跟着他走 最后跟着他走到了二楼的一间房间 潘静走在前面 把门打开 侧身回眸看他 示意他进去 许文怡迈步走进去 入幕是满墙 胡桃木制的书柜 里面满当当的书 种类繁多 一面墙是大片的窗户 旁边就是一套办公桌椅 中间还有两对沙发 和一处同样木制的小桌面 许文怡很喜欢这个房间 他已经看到了不少典藏版的书籍 有些只在学校图书馆草草读过 有些甚至只是听过 他很是惊喜地抬头看她 水眸清零零的 小叔叔 您这间书房好珍贵 潘静倾笑 这本来是给从雨婷准备的 但这个丫头对于读书 实在是提不起任何兴趣 我本来以为就要荒废了 没想到住进来了你 从雨婷不在的时候 你要是觉得无聊 可以随意使用这间书房 当然潘静顿了顿 也可以来找我 我带你出去玩 徐温仪啊了一声 出去玩 潘静挑眉 不乐意 不是 徐温仪反驳 就是没想到 小叔叔还有空带我出去 潘静走近紧步 随意地揉了揉他的头 怎么没空 行了 看完出来 一会带你出去吃饭 徐温仪觉得 今天很玄幻 不知道为什么 潘静突然就这么闲了 或许是怕他不自在 特地回来的 那他应该礼尚往来一下吧 两人下楼 潘静高大挺拔的身形 走在前面 他斟酌了一下开口 小叔说 您不用怕我不自在的 您要是有空 可以多花时间 在您喜欢的那个女孩身上 这样还可以培养感情 潘静身形猛的一顿 徐温仪也跟着停步 他身上气压突然变低 回头看他的时候 几乎要让他打个冷战 他说错什么了吗 你怎么知道 我没在他身上花时间 潘静留下一位身长的一句话 就直接下楼了 到了中午 潘静开车 带他去外面吃饭 等徐温仪换完衣服出门的时候 潘静已经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 他小跑过去 黑色不加迪的驾驶座 位置的窗户落着 露出男人冷力俊美的侧颜 黑色衬衫欲贴 袖子挽至手肘 露出了结实有力的小臂 他修长冷白的手指 散漫地握着方向盘 蛊惑又撩人 徐温仪心头跳了跳 赶紧转过去 上了副驾驶 潘静偏头过来看他一眼 然后把车启动 潘静带他来到一家 装潢风格神似民国小楼的 三层私房小馆 四周是大片的白色枝子花 整体复古又高贵 潘静带着他进去 领座员禁止把他们 带向三楼的一处包厢 用餐桌椅都是 黄花梨木制的四角小桌 和铜色圈椅 两人落座 潘静点了好几道菜 徐温仪有点惊讶 觉得分量实在有些太多了 等服务员走了 他到 还有客人吗 潘静轻笑 没有啊 那怎么点了这么多 每样都尝尝 吃不了打包 潘静说的随意 其实他就是想看看 徐温仪的口味 毕竟如果让他点菜的话 他一定会拘束和不自然 索性他直接一点 徐温仪嘖嘖 毫无人性 这里面每道菜的价格 他都觉得很过分 他们明明可以直接抢吧 却还要开个餐馆 吃到一半 潘静接了个电话 暂时出去了片刻 徐温仪本来在默默吃饭 门后突然传来一阵声响 这才过了几分钟 小叔叔就回来了 他听声回头 小叔声音在看到门口的女人时 声声折断 女人穿着小湘风外套 和半身包囤裙 踩着高跟鞋 一副都市利人的样子 如果他此时看着自己的眼神 不那么带有攻击性的话 他或许还会赞叹一下 是个衣品 很好的小姐姐 他起身寒暄 你好 请问你是 你就是跟着潘三爷 一起来的小女孩 女人眼神轻蔑 木带打亮 长得不错 就是年纪看起来不大啊 这么年轻 就想着潘高知了 真是后生可畏啊 女人话语里的蔑视意味 太过浓郁 许问一蹴眉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但你突然过来 语出不善 实在说不上 有什么礼貌 既然比我年长 可看似 你倒还不如我 潘静带他来到一家 民国装修风格的 三层小楼 输回小馆 四周是大片的白色枝子花 整体复古又高贵 车子停在门口 立刻有人迎上来 潘静和他下车 有人将车钥匙接过去驳车 另有穿着马甲衬衫的领座 圆面带微笑 满脸恭敬地 将他们带至三楼的包厢 用餐桌椅 都是黄花梨木制的四角小桌 和铜色圈椅 两人落座 潘静点了菜 许问一有点惊讶 觉得分量实在有些太多了 等服务员走了 他道 还有客人吗 潘静倾笑 没有啊 那怎么点了这么多 每样都尝尝 吃不了打包 潘静说得随意 许问一嘖嘖 毫无人性 这里面每道菜的价格 他都觉得很过分 他们明明可以直接抢的 却还要开个餐馆 潘静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许问一的口味 这也是为什么 他点这么多道菜 不过他发现 这小姑娘吃饭真的很慢 小口小口的 每一口都要咀嚼很多口才咽下去 吃到喜欢的东西 眼睛还会不自主地眯一下 可爱死了 他轻笑一声 这些菜都喜欢吗 许问一嘴里还鼓着 只能点点头 刚刚他那一声笑多是气饮 伴着丝丝捋捋的哑 懒散又好听 不知怎么的 小叔叔的这声轻笑 突然让他联想到了 明明那边那个男人的喘息和声音 也很撩人 哼 色气 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 他耳阔突然爬上灼热 有一瞬的心虚慌乱 啊 别想了 潘静看着看着 突然发现 小姑娘的头越来越低 耳垂透着莫名的红韵 咀嚼的速度都慢了下来 他灵力的眉眼挑了挑 散漫地问 想什么呢 许问一一惊 被嘴里的东西猛地呛住 不自控地咳起来 清零零的眸子 慢上水衣 耳垂更红 潘静起身走过去 蹲在他身边 单侧膝盖压低 抬手力道 适中地拍着他的背 有些无奈 这也能被吓到啊 他递给他一杯水 看着他喝下去 等他喝完才又开口 许甜甜 想什么坏事呢 许问一说不出话 总不能说他把小叔叔的笑声 跟男人的清喘联系在一起了吧 潘静蹲在他身边 视线与他齐平 幽碎的黑眸此刻带着笑意 俊美的五官离他直尺 他水润的眸子慌乱地转了转 不敢跟他对视 没想什么呀 潘静盯着 他现在已经像滴血一样的耳垂 嘴角勾起 心情不错 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 许问一被逗得有些不自在 伸手推了推潘静的肩膀 小叔叔 你坐回去吧 我没事了 柔弱无骨的小手隔着一层薄薄的衬衫 放在他的肩膀上 潘静觉得那块肌肤都有点麻 他站起来坐回去 但还没放过许文怡 许甜甜 耳朵都红成这样了 真不能告诉小叔叔 在想什么 闻言 许问一下意识捏住耳垂 发现上面的温度烫得惊人 他更心虚了 这一下连脸颊都不可避免地漫上红流 觉得必无可避 他索性自暴自弃道 小叔叔 以后你别那么笑 潘静挑眉 喉间一出一声 嗯 也别这么 潘静散漫地笑了一声 许甜甜 你有点不讲道理啊 你这样 太 许文怡皱着眉 小脸上一本正经 纠结半天 才又开口说道 不守难得了 哪有这么勾人的 潘静背着小丫头的话 惊得动作一致 眉峰挑起 难得 我没老婆 给谁守难得 许文怡说不出话 要不 潘静好整以侠 依靠在圈翼上 单手之仪 散漫又轻贵 许甜甜给我个老婆 文言 许文怡下得连连白手 潘静亲扣扶手 没再逗他 似笑非笑着开口 不逗你了 快吃吧 吃到一半 潘静接了个电话 暂时出去了片刻 许文怡本来在默默吃饭 门后突然传来一阵声响 这才过了几分钟 小叔叔就回来了 他听声回头 小叔 声音在看到门口的女人时 声声折断 女人穿着小湘风外套 和半身包囤裙 踩着高跟鞋 一副都市立人的样子 如果他此时看着自己的眼神 不那么带有攻击性的话 他或许还会赞叹一下 是个衣品 很好的小姐姐 他起身寒暄 你好 请问你是 你就是跟着潘三爷 一起来的小女孩 女人妆容精致 漂亮的眼眸里 挂着清静却虚伪的笑容 木带打亮 他见过从雨婷 这显然不是潘三爷的侄女 潘三爷什么时候 跟女孩单独吃过饭 潘三爷来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 刚想上去打招呼 就看到他身边 还跟着一个小女孩 潘三爷一向不喜欢 人上赶着 所以 他虽然想要靠近 但也没那个胆子 看见潘三爷出去 他再没忍住过来看看 这小姑娘 到底是何方神上 两个人又是什么关系 我正巧在旁边吃饭 刚看到三爷从房间里出去 就等了会想来打个招呼 三爷还没回来吗 你看到他出去 不等着看到他回来 再过来打招呼吗 徐温仪被他的目光盯着 不太舒服 也没想跟他虚假的社交 钟睿表情僵了僵 眼里划过一丝脑恨 继续仰着标准的微笑 跟他说话 这不是怕错过了 才来问问吗 小妹妹看样子 有点不欢迎我呀 不会是 她做出一副抱歉的样子 打扰你和三爷约会了 不好意思 没考虑到你的感受 她话语里的试探 不能太明显 如果她否认 她就知道 小叔叔跟她没有丝毫关系 如果她默认 她就明白了 她和小叔叔之间 有男女关系 小叔叔的私人信息 一向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 她为人也很低调 不常露面 她虽然会出口否认 但还是觉得 她这种别有用心的打量和询问 十分令人不适 许问一精致的小脸上面 无表情 我只是潘家小姐的朋友 算是蒙小叔叔照顾的一个晚辈 谈不上约会 你的用词很不恰当 钟锐还没来得及窃喜 许问一再度开口 但是我不太明白 你向来是用这种先入为主的问题 去试探出现在小叔叔身边的每一位女性吗 钟锐皱眉 你什么意思 许问一 你用抱歉打扰对方约会的口吻 隐秘地试探对方 是不是小叔叔的伴侣 但是失货不是和你有任何关系吗 你会用这样的问题 去打扰小叔叔吗 你是不是有些多管闲事 钟锐站在原地 嘴上的笑容几乎要保持不住 小妹妹是在说我多管闲事 我和三爷也有些私交 两家也多有来往 我不过随口过问一下三爷的情况 怎么这就成多管闲事 既有来往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小叔叔 反而在这里小心试探 眼前的这个女人 眼里不怀好意 小叔叔这个人 他虽然接触时间不长 但他就是直觉 小叔叔跟这种人 绝对不会有多好的交情 否则 他也不会这么不顾忌地验人 钟锐 你 许文怡突然做出抱歉的样子 我也只是怕你说话不当 冒犯了小叔叔 毕竟小叔叔这个人 手段有时候还是挺强硬的 所以刚刚说话有些重了 但是看你这么生气 不会是 他的停顿 与刚才钟锐的停顿 如出一辙 说重了 真的不好意思 不过按照你们的私交 应该没事吧 钟锐看着面前 这个温婉的小姑娘 看着温温和和的 但是根本惹不得 嘴皮子功夫了得 他被刚才自己的那招 原封不动地哽回来 现在像是吞了个苍蝇一般恶心 他皮笑若不笑 原本是看着他 身上的衣服价位不高 害怕是现在的小姑娘 经过从雨婷这条线 勾搭上的攀镜 就想过来试探试探 如果是的话 还能变相地敲打一番 让他知难而退 听到这女孩的否认 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他果然是通过 从雨婷认识的攀镜 可还没等到他敲打 这小姑娘一句一句的 几乎要给他噎死 敲打不成 还生了一肚子气 小姑娘 哼 年纪不大 口齿倒挺凌厉的 他半鸡半疯 他是中家独女 虽然跟潘 陪 存三家比不得 那也是在京城数一数二的 他父母也经常去老宅 看望潘家老爷子 也算是有些私交 这到底是哪家的小丫头 这么不知好歹 还没等他发作 身后一道低烈的男声响起 裹着寒意 在干什么 这句话不知道再问他 还是他面前这个小姑娘 但那凌凌的气压 让他的后背 窜出一股寒意 钟睿动作有些僵硬的回头 就看到男人 站在他身后的不远处 冷力的眉眼沉下来 他扯出来的笑 迎上去打招呼 三爷 我正巧在这里吃饭 所以过来 让开 潘静眼瞼一该 连多余的眼神都没分给他 大步走向那个女孩 钟睿站在门口 忍着男堪在开口 三爷 不好意思 哪让你和小孩吃饭 其实就是 前几天 我和家父去看我潘老爷子的时候 他说起 你很长时间没回老宅了 叮嘱我要是遇见了 也跟您说一声 回家看看他老人家 潘静气定神闲地 拉着许文仪的手腕坐回去 文言 薄薄的眼瞼 懒散抬起 声音冷记疏离 你是谁 许文仪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这个女人一开始费尽心思地打探 现在又想套近乎 不惜把潘家老爷子搬出来荡荡剑牌 他还以为 两人就算不熟 也该有个照面 却不曾想潘静 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他从刚才到现在 一系列的做法 显然是个跳梁小丑 钟锐面上的温婉端庄 寸寸军裂 嗓音干涩道 我是钟家的钟锐啊 我们一家人 还常常去潘家老宅那边走动呗 他极力想让潘静记起 关于他的一心半点印象 毕竟他曾经在老宅里 碰见过他一两次 也打过招呼的 然而潘静 只是颇为不耐烦地 醋了醋眉 一心都在给 许文怡家菜上 钟小姐 你若是欣喜老爷子 就自己去找他 别在这锅走 许文怡低头吃饭 极力忍笑 他本来以为 刚刚自己 就已经够不给人留面子的了 没想到小叔叔的嘴更厉害 潘静敏锐地捕捉到了 这小丫头 嘴角绷着地笑 不自觉地 嘴角也勾起一个细微的弧度 冷峻凌厉的眉眼 有片刻的柔和 余光贴见那位钟家小姐 还站在原地 他只能再度开口 语气清淡凉薄 用我送你吗 这句话 已经带着压人的沉溺了 钟睿涂着红棕色 唇釉的嘴颈抿着 一双眼睛里面 盛满了委屈和难堪 如果不是粉底盖着 他的脸 已经被尴尬折磨得通红了 他强装着最后的体面 三爷既然还忙 我就不打扰了 改日 我们在祖局约您 说完 踩着高跟鞋 平平平平地走了 徐温仪暗自感叹 这人的心理素质 还真是强大 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竟然还能面不改色地说出 下次再约这种客套话 有一种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 就是别人的格局 徐温仪嘖嘖称叹 正想着 一道懒散的男生 在耳边响起 吃饭总是走神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说完 他停下给他夹菜的动作 放下筷子散漫的后铐 去暗的黑毛锁着他 说说刚才偷笑什么呢 徐温仪有点受不了 他每每这样漫不经心 又气定神仙的垂眸看人的模样 眼睛上弧线平压 黑毛深邃 闲散的做派 好像任你 于取于求 有种极具攻击性的破坏感 他倾壳了下 就是看您说话 太不留情面 让他哑口无言的样子 有点有趣 有趣 他轻缓重复 还是觉得解气 他认真地感受了一下 一半一半 潘静轻笑 许甜甜 你还挺厉害的 他打完电话 就看见门口站着 一个陌生的女人 正想上前 就听见他家小姑娘 一句一句地 把人噎得朦胧 他可从来不是任人 柔圆搓扁的软柿子 免礼藏针 只要没惹到他 他就一副乖软可人 没什么脾气的模样 但一旦是让他觉得不是 或觉得被冒犯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反攻 善良而有锋芒 温和不失坚定 他意识到 自己刚刚说的那些话 应该是被他听到 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 他看着我的眼神 实在谈不上友善 看似客气的询问里面 全都是防备和别有用心 我不喜欢这样 人面蛇心的人 潘静伶俐的下颌收了收 点头 嗯 我也不喜欢 得到了认同 他接着说 除此之外 他误会我跟您亲密的男女关系 这点我也很不喜欢 您对我明明就是对晚辈的爱护 我不想让他 就凭我跟您吃饭这件事 就往您身上扣帽子 到时候给您惹麻烦 潘静一开始 还懒散自若地听他说话 听到那句晚辈的爱护后 黑眸中含着的那抹清浅笑意 凝结成冰 心头又生腾起了熟悉的躁欲 你不想让别人 觉得我和你是男女朋友 他理所当然 当然呀 您是小叔叔啊 那样说多尴尬 您肯定也不会习惯的 是吗 潘静面色晦暗 语气意味深长 我倒觉得 没什么大不了的 许文仪动作一顿 差一抬眸 啊 潘静去着他 手上拨弄着右手的舌头尾剑 冷白修长的手指 摸索那艳红的舌眼 毕竟你和我 他顿了片刻 声音缓慢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他看着潘静幽碎的黑眸 里面装满了他看不懂的情绪 甚至 他感受到了暗藏的攻击性 像是从林中蛰伏的猛兽 用眼神将猎物划分至自己的支配区域 然后游刃有余地收网 将之吞吃入腹 小叔叔 许天天要不考虑一下 他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 考虑什么 我女朋友这个位置还挺空缺的 你要不坐上试试 潘静的音色偏冷 说这句话的时候 却故意放低了声音 像是在撩波 在诱惑 包厢里煞食陷入凝滞的寂静 周遭环境落真可闻 他在这一片安静中 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了 自己加重的呼吸声 和心脏失序的跳动声 许文以脑子一片空白 完全没反应过来 怎么话题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一双水润的美眸 错愕地睁大 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像是逃窜无门的小鹿 我 不 不可能的 他语无伦次 嘴巴比大脑先反应 不行 不行的 潘静把他的反应 尽收眼底 黑毛危险地眯起 对他下意识拒绝的反应 有些不满 默默地看了他几秒 才看看 把心头那股 不管不顾的 狂躁念头压下去 面前这丫头都快哭了 总不能逼得太紧 到时候 直接把人弄跑了 行了 看把你吓的 小叔叔开个玩笑 潘静似笑非笑地 把失控的局面拉回 徐文仪逐渐找回自己的话语支配权 文言有些气恼 哪有这么开玩笑的 这件事情 怎么可以用来开玩笑 心脏剧烈的起伏 终于得到片刻的喘息 而平静下来 在最初的惊恐和慌乱压下去之后 一种被人细耍的恼怒感 占据高地 但 劫后余生的轻松下 竟还潜伏着极其细微的 难以察觉的失落感 意识到这点 他面色突然变得极为难看 像是难以消化这莫名其妙的感觉 更是觉得荒诞 他一向当作长辈尊敬的人 说出这种话 他竟然是有一点惊喜的吗 不 不可能 一定是被那个清传搞的 让他今天一而再地 对小叔叔产生不该有的念头 或者其实是他到了该谈恋爱的年纪了 潘静见着小姑娘的脸色 登个调色盘似的 只觉得是真把人吓坏了 他问出这句话 本来就是试探 想看看如果把他隐秘的心思直白地说出来 这小姑娘到底能有几分的接受度 但从刚才他那副被吓傻了的模样看 接受度几乎为零 他的心情在这回也被破坏得七零八落 本来冷感的五官此刻 因为心情不好也显得格外压人 但他还是没有把周深的煞气全然释放 说懒的声音从男人处发出 还带着一点故意显露出来的失落 小叔叔条件这么差啊 你拒绝得这么干脆 徐温宜还在消化自己 对长辈产生了邪念 这个可怕的事实 男人突然砸下了这个问题 他极力组织语言 怎么可能 小叔叔那么优秀 一定有很多人喜欢你的 哦 他挑眉 懂了 徐温宜吞咽了一下 懂什么了 别人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哪有的事 我喜欢你的 徐温宜一时没走大脑 脱口出 潘静这下又呕了一声 语气与刚才的截然不同 带着细血 不是 不是男女朋友的那种的 是 是喜欢小叔叔的那种 他努力找不 我知道啊 你喜欢小叔叔 潘静语气轻松又散漫 但是逗人的意味却很浓 故意曲解他的话 看着小姑娘不知所措的模样 刚刚坏透的心情 倒是好了不少 算了 不必这么紧了 许许图知 许温宜感觉自己 从刚刚就被吓傻了 到现在都没捡回自己 那个名叫逻辑的神经 他双手无脸 自暴自弃 算了 你爱怎么想 怎么想吧 他手盖着脸 耳朵羞得通红 现在是一整个 不想说话的状态 说什么都是错 沉默试惊的道理 他算是懂了 他眼前一片漆黑 看不见对面那人 俊美的脸上 带着细血的样子 总算能够好好喘口气 让自己这个 胡乱跳动的心脏 赶紧平静下来 他只是开玩笑 许温宜你 怎么这么没出息的 被逗成这样 他只顾着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全然没有感受到 对面政府弄伪戒的男人 俊丽的无关上 散漫的笑意 尽数退下 只有势在必得的 强占欲在漆黑的 莫谋里肆虐 这顿饭后 半截吃得食不知味 潘靖也莫不作声 后来潘靖开车 又回了潘氏去工作 许温宜换了鞋 走到一旁的小客厅 窝在软乎乎的沙发里 有些湿神地 看着面前的落地窗 窗外阳光浓烈 还有一束小花圃 里面种着 小巧玲珑的蓝雪花 和小木槿 漂亮的不可芳物 若是平常 他想他会很乐意出去 拍个照 发条朋友圈 但现在他脑子里 一团乱麻 根本无暇顾及 他从来不觉得 像潘靖这样的人 会喜欢他 他只是背井离乡 在外求学的女大学生 家庭并不美满 也不讨人喜欢 十几年如一日的 为了独立生活 脱离原生家庭 而挣扎努力 而他是京城商圈 神话一般的存在 顶级豪门攀家的掌权者 财富地位 容貌身材 每一样都出类拔萃 如果不是从雨婷的缘故 他和他这辈子 都不会有任何的相交 最初见面 是有一次 从雨婷生病在重匪院 但是 把保存论文的U盘 落在了宿舍 打电话让他给他送过去 他当时正好有空 就拿了东西 按照导航七拐八拐的 找到了这一栋别墅 他礼貌敲门 开门的 却不是预想中的从雨婷 而是一个长相 极富有攻击性 身材高大挺拔 气势破人的陌生男人 他听从雨婷说过 他现在 住在他小叔叔的家里 而他小叔叔 就是名声显赫的潘三爷 潘静 他一瞬间被吓到了 愣在原地半天 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种来自上位者的强大威压 让他硬接不暇 更不要说 当时 潘静见他久久没有说话 眉宇间的不耐烦 像是悬着薄刃 冷立阴记 有事 他诞生开口 他连忙回神 把帆布包里的小小U盘 拿出来递过去 这是招招让我帮忙送来的东西 我是他的摄友许文仪 潘静冷觅着他 两秒后 懒散地伸出一只骨节分明的冷白大手 手掌向上 他没来得及欣赏 把东西放在他手心上 收回手的时候 因为有些局促 指尖不小心勾了一下他的掌心 他明显地看到他说的手指 有一瞬的蜷缩 他更加紧张 双手放在身后 最后匆匆留下一句不打扰了 就赶忙走了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谢谢观看